而针对国内对福贸开放不满的声音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在接受我们UDN TV全球 瞭望节目专访的时候说 最可行的方式应该是先通过福贸 等实施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再启动紧急磋商机制 来调整协议的内容 到时候要关起大门 或者是两岸增进了解 只是一个选择 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 我们等福贸一通过 一通过 我们可以马上根据福贸协议的第八条 紧急磋商机制 我们就少数几项 可能我们觉得比较有争议的部分 赶快来跟大陆进行紧急的磋商 那这样的话 大陆给我们的80项 我们都拿到 那我们少数那几项 我们觉得有一点不安的 我们马上跟大陆磋商 王玉琪认为一旦协议生效 就可以启动紧急磋商机制 不但可以对争议条文进行磋商 原先从大陆得到的开放项目 也不会减少 同时王玉琪强调 两岸福贸协议无关马锡惠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 也没有延宕的问题 网卡 转发